各位呢 會比較不好意思問問題 我們有準備一個這個叫即時互動擺板 所以你有問題可以在上面留言 好 你點一下就進到這邊來 有沒有 那我們剛剛的資料呢 我也有擺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 欸 比如說你要看一下我們簡報 也可以從這邊進來 好 然後呢 我們上課錄影片 有沒有 我也有 好 連結也放在這邊 那首先呢 第一個 就是如果你有問題 你就用這個 這個應該大家會吧 對不對 文字框 你就點一下 對不對 這樣子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叫做即時互動 所以你在打邊 你會看到嗎 會同步看到啦 會同步看到 然後呢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如果你覺得這樣 用打的我就不怕快 但是我會畫 沒關係 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叫塗鴉 三角形按下去之後 有沒有看到有塗鴉 對 你可以用 對 你可以用手畫著 但是 這樣比較 蛤 這樣我只好用駐英文嗎 我們 不要用蔡英文 我們用駐英文可以嗎 好 那你這個我就把它選起來 你也可以移動啦 第三個呢 如果你是軟體操作畫面 也沒有關係 你就來這邊 比如說 欸 我可能有一張 哪個畫面有問題 好 我找這個好了 好 我就把這畫面我把它抓下來 你也可以複製齁 也可以複製好 我把它複製好了 我就拿來這邊 老師 我在用這裡有問題 有沒有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如果你覺得 你也心有氣氣焉 你可以來這裡加一 好嗎 這裡 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新增駐捷 在這邊 你可以來這邊 你告訴他 我加一 好 你現在不是糾纏都這樣 呵呵呵 你就看到點到誰 我就知道 喔 加一 如果我回覆好了 我就按解決 這樣可以吧 欸 各位 你知道我們現在用什麼 我們在用的就是Google的平台 多人協作 這樣瞭解那個概念了吧 好 所以 這也是我們要介紹的內容之一 好 那這個其實就也蠻不錯的 所以如果說你有需要 問問題 你不好意思打斷我 你就在那邊問 我有空就會回來 過來看一下回答 可以嗎 好 啊 記得盡量 不要把別人刪掉 如果你覺得這個位置是我的 你可以把它移開嗎 呵呵呵 欸 就可以幫你自己保留位置 好不好 來 花美還給你囉